不擦擦了 后期也希望北山的这个展可以出一些更牛的配置啊 比如说用个大马师哥的刀片 然后用一个泰马的手柄 那就非常非常华丽了 真的这么这么优质的设计 很难遇到的 这是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 然后呢 这个是154cm的啊 钢本色的都是154cm的 这个呢 是k110的啊 然后呢 顶材是不同的 这个是太纤维的 这是拖骨的 这是太纤维的啊 这是490 这是 这是多少啊 应该是790 这是990啊 有三个款式 990 790 490 咱们现在看这个根本棚织组啊 根本棚织组呢 这五个都是啊 根本棚织组它整体这个风格就跟北山原有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的啊 北山原有的风格呢 它还是相对来说会圆人一些 但是你看根本棚织就很犀利了啊 这线条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根本棚织的也是日式 然后呢 它在国内 对吧 它想要把它的东西做多 它在日本肯定是不行的啊 它就要在国内做 它要找什么呀 要找优质的合作商 这也是能体验出来北山这个品牌的优质之处的啊 来看这只夜莺 夜莺它一开始是一个高配的版本 后来呢 不够嘛 太少了 一共才80个 于是它又做了600只这个低配版本的 你看整个手感的质迹很硬 铝合金加碳纤维 这边是一个钢购的 刚才是813的不锈钢 也是一个前置快开 这个快开也是非常的迅猛 然后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开的啊 但是跟北山自家的来说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前置期略微长了一点 这是传统的日式肥后手嘛 对啊 这是传统的日式肥后手 我们来看北山的这种啊 北山这种 它前面就很小 你在这个开启的时候 你的手不用错位 直接开就行了 很省事 直接开就行了 很省事 但是这个呢 我们在开的时候手要 就是说食指 要往后一点 因为我食指往前了 它就会伴住 它就会伴住 伴住手了 所以我们在开这种的话 手要再往后点 它这边有个槽 你手直接在槽里边 然后往下按就行了 包括它这个挥 推杆也是斜在上面 也很好发力 手放在这 正常往后一压 开启也是非常迅猛的 日式的肥后手的外观的特征就是前面一个高高的突起 传统的肥后手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在做日式的时候 还是延续了它传统的样子 很迅猛啊 然后这只鹦鹦鹦鹦鹉斧头 PD613的钢材 整体钢的 说明是基石加碳纤维 整体的纹维 花纹相当的漂亮 边角的圆润的加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根本棚之这个斧头 千本冰 这是它的一个折叠手斧的一个设计 很宽厚啊 然后上面是搭载一个轴锁 开启的方式也很炫 你这样去开 它是甭想的 你看速度再快的甭想 电脚突然停啊 速度很快才行 它不用担心它意外解锁 很难意外解锁的 尾部有破双气 还有一个第二绳 斧头给收起来这么用 也是一个日式的夹缸 看到没有 夹缸 三分缸的结构 碳纤维 基石 铝合金的一个框架 轴锁 很轻盈 再来 走 很帅啊这个 这就是个玩具 这就是个玩具 没有什么用 但是说用起来还是这种好用 好了 这个北山的作品咱们就全部就更新完了啊 回头咱们更新这个maxs的作品 国产的作品基本上都完了 大家还想看什么的话 欢迎在后台评论区互动 也可以私信我